确诊医师还有护理师他们曾经去过的足迹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被列在名单内的桃园各卖场购物中心 尽管已经全面消毒之后重新营业了 但是店内依旧是相当冷清 甚至一度被牵连的台帽购物中心也受到了影响 那么至于B店两天的五金行在今天恢复了营业 除了完成消毒之外 店家也不喊冤 反而是暖心的送上了百杯打气饮料到医院 希望能够慰绕第一线辛苦的医护人人 走进卖场放眼望去空空荡荡 一个客人都没有 在实际走访确诊病患曾去过的星巴克 透过玻璃窗看进去也是相当冷清 甚至连无端被牵连的台帽购物中心 人潮也变少 本土个案足迹风波延烧第三天 被列在名单内的各个卖场和购物中心 尽管已经全面消毒 但看来民众依旧不放心 至于B店两天的五金行 14号终于重新营业 店员戴着口罩忙着进货 将货加上商品补满 关店两天除了彻底消毒之外 也送上百杯饮料到医院 要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关心医护人员很好 我们要共体时间 正与五金他们的防疫做得非常好 病人都有戴口罩 所以我们还是来这边消费 我们要对商家有信心 尽管疫情影响生意 但各卖场业者也不喊冤 全力遵照中央消毒作业 维护民众安全 毕竟在病毒之前 谁都不能掉以轻心 静伦云长台湾报导 感谢观看